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的支点而已 小小的起步而已 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支点和起步 让更多的企业在普通有更好的发展 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体验到 他们是在机会平等基础上 在地位平等基础上 可以享受平等的规则 普通三十年已成过往 未来三十年 照样要昂起我们的头 脉开我们的布 因为更大的挑战等待着我们 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 要将浦东打造成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引领区 中央也提出了 要将深圳打造成为社会主义示范区 那么我们想知道 就是从示范到引领 一个词的变化 那么这代表什么 两个去共同承载共和国前进的历史使命 成长和进步充分说明 经济增长是需要制度保障的 而这一制度就是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成员总是把示范引领放在一起的 所谓示范 他把成熟的经验展示 就是我们通常所言 可复制 可推广 而引领我感觉 有更大的任务 那就是 要可辐射 复制和推广 在一定程度上 极为关键和重要 而辐射 则是改革先行者和排头兵的使命担当 浦东今天创造了什么 我感觉 如果要总结起来 就创造了三个词 一 激情 浦东的速度 背后是浦东激情 第二 远界 浦东始终定位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 而这更加遥远的未来 其实就是因应 世界 格局 和中国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 这一条浦东是一直踏准了节拍 我们进入了发展新阶段 我们要贯彻 新发展理念 我们要形成新发展格局 这就需要远界 最后是决心 所以激情 远界 到决心 这三部曲 当中是不能间断 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转到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来 那是不得了的事 那么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 我们所提的新发展理念 首先就是我们想到创新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性 我们要在创新上 不断地做出前人没有做出过的成绩来 至于讲 协调 他这次尊尊教会我们 浦东要和长山教 优势互补 协同发展 比如讲 绿色 那始终提醒我们 应该把生态保护 作为重中之中 这就讲开放 那今天的整个讲话 通篇就是鼓舞 鼓励 鞭策上海 更开放 不断开放 继续开放 最后就是共享 其实今天总书记 重要讲话 最后一段就讲到 关于人民城市的理念 再次强调 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 为人民 那么得让我们的成果 与人民共享 所以还是一句话 示范 引领 是一个词 不分伯众 不讲彼此 共同承担 继续承担 更好承担 将中国改革开放 推向前进的任务 总书今天早上强调 普通要成为国内 大循环的一个中心节点 成为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连接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定位 包括在未来的新闻 改革开放发展过程当中 它的作用 可体现在哪些方 这个定位 是基于它的 非常重要的 引领作用 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 必须要有的战略思想 什么叫这个阶段 就是世界 国土面积第三的中国 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 我们已经有四亿多 我们叫中等 我们不用这个词 叫中等收入 我们就是说 他们其实就处在 中等收入这个阶段 中国 用消费来不断提振发展 已经成为 国家经济的主导思想制 这很核心 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要看到这个巨大潜力和现实 刚刚闭幕的 第三届进博会 我去了现实 在全球疫情 并如此迅猛 蔓延自己 第三届进博会 照样人头传动 看到了这么多的参战上 想表达的一种 对进博会的信赖 对未来进博会的期望 不得了 有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连续定好了 后面的三届进博会的展位 一次就定了三届 国内大选为主体 这些条件具备 我们整个浦东的人口重量 不及三百万 今天差不多翻了一倍 二十年前我做首人夫妻上 我分管过陆家罪 我就根本讲不清陆家罪到底在哪里 有多大 今天 陆家罪金平一个 产业 金融业 就支撑了整个浦东 经济总量百分之七十有余 陆家罪现在金融从业人员 数十万人 1992年 上海提出要建设三中心 当时第三中心 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我们今天金融中心基本建设 名列世界第三 所以它的战略链接地位太明显 任务交给浦东 使命是整座城市 所以上海人民要为 在四大中心基本建设之后 如何提升它的能级 做新的文章 没有完成式 只有进行式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也强调 要继续深入推进普通的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 那么这其中肯定是包括一些法律和贸易规则方面的制度性的构建 因为我们知道在上海自贸区已经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未来的规划当中 那么上海自贸区还将进行哪些方面的制度性建设 包括像临港芯片区要对标国际的最高水平 那么临港芯片区又该从哪方面着手 制度性开放 是我们最近这几年极为关键的开放局处 所谓制度性开放 我的理解是 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 我们应当进一步靠拢 但中国所创造的经验 也可以固化为标准和制度影响世界 这是双向 我们讲制度性开放首先是立法 所以1990年4月18日 党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 不到五个月 9月10日 浦东开发开放的九项法规 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向世界公布 每一步立法 都严肃 认真的 参考了 世界成熟的经验 真正做到 人类一切伟大的文明成果 我们都虚心地学习 所以才有我们自己的立法 才有 立法之后 有这么多的外商可以分字 踏来 2013年我们自贸区 是在9月29日正式运行的 我们的条例 9章57条 不仅是广泛地征求了国内的意见 我们其实 所有参与者 都在每一条 每一款中 考量 世界成熟的经验 和应当学习的理念 是特别重要 临港芯片局 是2019年8月20日 正式破土而出 党中央所赋予我们的 贸易自由 投资自由 运输自由 行业自由 资金自由 还有人才折业自由 等等 都在这88条中 清清晰晰的 有具体表现 一句话 就是在制度性开放 到这一点上 我们越来越感悟 它是整个国家改开放 必须要坚定的 一块基石 所以我说 制度性开放 不仅是输入 我不用输出 同样也是 总结基础上 提炼我们的做法 让世界借鉴 在全球新冠疫情 蔓延的这个大背景下 国际的经济 增加了很多 不确定的因素 那么我们现在提 浦东的新一轮改革开放 再出发 那么我们应该 从哪一步着手 当世界经济 处在上一世纪 二三十年代 在经济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萧条时期 我们要做到独善其事 是十分困难 在危机中预行即 与变局中开心即 那么浦东也是 我个人感觉 最要紧的 还是在这两步上 要能够 完完全全的 把控制 一个还是要千方百计 出经济 今年全国的经济 第一季度 升跌 第二季度反弹到正 三点二 第三季度继续挣扎 我们是正四点九 了不得 如此深跌 又如此迅猛的反弹 说明什么 这国家的任务 众志称称抗疫情 仍然是任务 这个任务 首先要常态化管控 要做到位 与此同时 我们在所有技术条件上的 新冠疫苗的研制 要取得突破性竞争 要汇集普罗大作 再往前看三十年 我们该怎么做 还是一句话 发展是硬道理 还是一句话 我们浦东开发和开发 要一直搞下去 最终确定 我们引领去 战略规划之后 一定会迎来 新的一轮 浦东的大发展 而这样的大发展 不仅属于浦东 不仅属于上 它属于全国 好的 非常感谢周汉民教授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 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